哈馬色首領哈尼亞在伊朗 德黑蘭遇刺身亡 那么现在整个以色列跟伊朗的 警当局势持续的升级 8月2号美国防长奥斯丁也下令了 美军宣布在中东派遣一个 航空母舰战斗群 还有更多的战机跟战舰 要来支持以色列 那么取代在阿曼湾执行任务的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现在可以看到F-22战机中队 已经火速赶到了中东 罗斯福号是逃出了波斯湾 请教李将军 我特别要说 这个正式来讲的话是一定打 大家不要怀疑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听到最新的消息是 以色列自己纳坦雅胡 跟他的国防部长加拉安特 还有参谋总长叫哈勒韦 两个人吵架 而且纳坦雅胡要把这两个 他的军事的首领 这个领导人物来讲 要把他开除掉了 要换人 要换参谋长工部长 为了什么事情呢 为了加萨走廊的这种和平协议来讲的话 这纳坦雅胡跟军方的意见不合 这不仅让我们觉得是说 为什么纳坦雅胡这个时候 跟他的军事将领 会有这么激烈的争辩 甚至于争辩要把他开除 我们不仅想到俄乌战争里面 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的泽伦斯基 把他的这种军事上面指挥的将领换掉 那道理是一样的 那我特别来讲 这个罗斯福号为什么说是逃出波斯湾 这第一个来讲的话 罗斯福号他原来在哪里 波斯湾里面他的基地是在巴林 巴林是在波斯湾里面 他距离这个伊朗大概只有300公里远 所以是在波斯湾里面 等于说在人家的带子里面 那当以前美军来讲的话 他觉得他自己舰队这个火力很强大 他不畏惧 虽然说短短300公里 但是他不畏惧伊朗的攻击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当作他的基地 但是他现在来讲的话 第一件事情把罗斯福号开出波斯湾 到了阿拉伯海那个地方 外海那边去巡弋 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为什么要叫林肯号去 林肯号跟罗斯福号有什么不同 我跟讲第一个罗斯福号在这边 已经执行很久 他本来就是第七舰队的 是应该在西太平洋 他的驻地是在日本横去 那因为来讲的话 美国在这边已经这个兵力调动 已经捉襟见走了 原来他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是 华盛顿号嘛 那原来华盛顿号是在什么位置 在红海 或者是说福特号是在这个 西地中海的 东地中海的位置在那个地方 是为了要保护这个以色列 那为什么这次来讲的话 他不在这几个位置 不在红海也不在这个地中海 而跑到这个阿拉伯海这边 我觉得他对伊朗的威慑是非常大的一种威慑力量 那林肯号跟这个罗斯福号有什么不同 林肯号他带的是F35战机 罗斯福号带的是这个F18战机 也就是说一个是四代机一个是五代机 那代表显示出来说是美国在这个地方 当然要做给伊朗看 代表说我有这个决心 如果说你要攻击以色列来讲的话 我这边一定会对你来做实施一个反制 而且是用我最新的战舰 用我最新的这种战机 用F35C隐身战机来对你实施攻击 我觉得意义在这个地方 那我刚刚回到我刚刚讲 为什么就是纳坦雅胡 为了这个加沙走廊的事情 跟他两个军事首长发生很激烈的争辩 甚至要把这两个换掉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军事首长 我们军人来讲的话 我们站在军事角度来思考 对不对政治人物 他一定站在政治角度来思考 就我们军事角度来讲 我们早就认为说 我个人的认为研判 以色列来讲 你不太容易达到说是期限开战 他现在是七个地方都在开战 我们从这个不管是加沙走廊 或者是说约旦河西岸 这个尼巴伦政治主党 这个叙利亚 这个伊拉克 现在伊朗 胡塞组织 他总共七个地方都在跟人家开战 那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这个贝多利分嘛 你说分散在每个地方都打的话 我就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在研判 可能加兰特跟这个哈勒韦两个 说我们这个加沙走廊那个地方 要把部队抽掉出来 那个地方要和平解决 就是尽量和平拖延 然后将兵力集中起来 看优先要打 这个尼巴伦的珍珠党 还是优先打什么地方 所以我相信他这个时候是要 赞成加沙走廊 要用一种 就是你就算缓兵之计好了 或者用和平的手段好了 这时候你要将兵力抽掉出来 但是我觉得 这很可能纳坦雅胡来讲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在加沙走廊这边 有任何的抽掉兵力的行动 所以造成这种情形 那我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认为说 为什么一定会打 打有很多种方式打 那上次我们看 4月1号来讲的话 这个以色列用飞弹攻击了 这个叙利亚 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 打了他两个 这个革命卫队的 这种军事将领之后 然后伊朗隔了多久以后 才回击呢 隔了两个礼拜 4月13号 其实他伊朗充分的 准备两个礼拜以后 虽然说那是 大家一两个钟头就结束了 但是伊朗最起码 我认为这是一两个钟头 他还准备两个礼拜 他13号才动手 那这次来讲的话 7月31号发生的事情 他这时候会不会动手 我觉得他这时候 在做动手的准备 伊朗在做动手的准备 在召集他的小兄弟 对不对 这个胡塞组织 黎巴伦 郑主党 甚至于他的一些 民兵组织来讲的话 在这个时候 他们正在开会 正在决定 什么方式的攻击 做攻击的准备 那会用 重点是说 会用什么方式打 打仗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在战略上面讲说 速决或者是持久 像台海战争来讲的话 解放军对台湾一定是战略 或战术上面 都采一种速决的手段 可是现在来讲 我认为说是 这个伊朗对以色列来讲 会用一种持久战 他就是用消耗战 我用这些 因为我现在的武器装备 跟以前的武士的中东战争 是不一样的 以前是坦克大决战 对不对 或者是飞机大决战 第三次中东战争来讲的话 他一下就把埃及的 干掉300架的战机 那个时候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现在战争不一样 我用的兵器是无人机 是那种导弹或飞弹 对不对 虽然说不是很精准 可是我就每天去烧耀你 每天去烧耀你 那我觉得这场战争 会是一种方式来实施打击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 你看尼巴伦镇主导 他发射了十几枚的 克丘沙火箭弹 就是我每天给你打十几枚 每天给你打十几枚 打到你好像就是 每天你被蚊子咬 被蚂蚁咬 然后让你冰皮立法 我用一种持久 这是持久战 就是变成一种消耗战 第二个他会打经济战 什么经济战呢 我认为他用胡塞 在红海那个地方 继续对以色列 要往以色列船只 来做骚扰式的攻击 那这种状况之下 会造成商船 不敢停靠以色列的港口 你看这尼巴伦镇主导 前阵也公布一段影片 他就到以色列的港口 海法那个城市那边去空拍一下 然后告诉你以色列说 如果说是我们要开战的话 你这些地点的坐标 我都标得很清楚 然后我飞火弹 这个导弹或者是火箭 我随时可以对你的港口 实施攻击 再加上胡塞组织在那边 红海那个地方来讲 打击这些商船 造成你这些商船 不敢从空海进入你的 以色列港口 这是经济战 然后持久战 消耗战 我觉得说是 伊朗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它应该会采取这种 在战略上面 它会采取这种消耗战的方式 来消磨你的战力 然后让你这个弄到最后 你美国跟以色列 你有沒有这能力持久 那以色列打仗 它现在来讲 对它来讲 它一定要速决 我尽快把你这个 不管是尼巴伦 尼巴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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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谁 我一次把你干掉解决掉 可是如果说是伊朗来讲的话 不跟你打数决战 我给你打持有战 我现在想想看 以色列你有沒有能力 跟这几个这种 虽然说是他们拖鞋打 可是你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说加萨首长那边 你搞了十个月 你还没搞定 对不对 那尼巴伦 尼巴伦 尼巴伦 你更不用讲 你可不可以搞得定 如果这场战争 中中战争 这个其实已经算是开打了 这个战争有没有外溢 已经外溢了 对不对 不管是伊朗这次参战来讲 我们已经可以证明说 这次中东大战已经开始 不但开打 而且已经外溢 那尼巴伦 尼巴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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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进来的话 那我试问你 你以色列来讲 你战略上面 你可不可以达到 达到一种数决的目的 那伊朗来讲 它是用持久的战略 那以色列你消耗了 你受的了受不了 长期跟你耗下去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